24号国内本土零确诊病例 更没有死亡个案 境外移入则有4例 而10月22号开始是BNT第一剂 AZ和莫德纳第二剂 这三大疫苗期开打的日子 目前接种状况如何 另外昨天总共接种了 31万2519剂 那这个季次的 我们的这个涵盖率的部分 是67.2% 那今次人口比是94.14% 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持续拉高 据前指挥中心也释出消息 在13轮疫苗接种规划中 开放已施打AZ疫苗的民众混打BNT 大概这样 整体要在混打 是跟大家报告在下个月 因为疫苗的供应的情况 预估的情况 应该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量能的一个提供 不过一切要看 真的到货的时间为准 三大疫苗持续开打 24号上午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前往视察 中正纪念堂疫苗接种站 今天院长来看的中正纪念堂 台北农民总医院 他所提供的量能是最大的 所以总共 这个第12期可预约 提供了多提供了59000多个名额 那也有将近5万人的 这个民众已经预约了 第12期疫苗中央自设的接种站 总共有十二处分布在北部 中部和南部地区 提供BNT疫苗第一剂的接种 越式新闻台北市采访报导 接着来看到